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最近把一些 之前一直用的一些功能 然后一天一天的给分享给大家 然后今天也是 比较晚然后做这期节目 因为今天去了一趟杭州 然后看一下场地 最近的杭州也是比较冷 然后回到家里面 差不多躺一会之后 就把这期内容给做掉了 然后今天这期主要来讲一下 大家先看一下这样 一个素材吧 先不讲今天做什么 是这样一段素材 好 这一部分的颜色 然后拿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这样的一段素材 这一部分是怎么做 其实今天先讲一下这个素材 之后我来讲一下 跟大家贴近实际的一些运用 其实这是一个扣背的素材 我这边准备了几个背景 我更换一下背景看一下 它是这样一个效果 一般情况下我们扣背 之前都是用AE 或者是用 如果你的背景特别干净的话 是用PR或者是非诺卡 里面的自带的一些 亮度扣相器 我扣绿背的都有 但是 绝大部分情况 像如果我们预算比较低 或者是人站在绿背上面 全身都会碰到一些 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是人物发色之类的 这样的问题 今天主要来讲一下 不是扣背的这个问题 今天主要来讲一下 我们如何快速的配合 滤背 输出α通道 让自己的素材 可以直接运用到 你的剪辑软件 讲白了 说简单一点 就是用达芬奇扣 然后输出α通道 就像一个带透明通道的 DNG的一个文件一样 它是可以直接当素材 用在你的任何剪辑软件里面的 今天主要来讲一下这个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我们首先来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素材 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简单 像这样一个素材 其实这个圆片啊 圆片其实它是 这个样子 你看圆片就很单调 而且圆片在70位置 能看到 我是手持 然后有些抖动的 是在调整的时候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成片 这样一看成片就 酷很多 虽然有点假假的感觉还是在啊 主要还是讲方法 主要把方法给大家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可以用自己平时做的素材去做 好 然后我们重新开始做 然后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们要去操作这一类素材的话 首先是进行第一集的调色 这个我就直接加速说掉了 然后我会对这个画面里的所有蓝色色相 全部增加饱和度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等一下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要把蓝色的地方给抠掉的 所以我要在蓝色的地方增加饱和度 好 然后注意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在这个位置 我习惯性啊 第一个节点和后面的节点要空一个节点出来 然后我们在这边选择一个叫做 运动匹配 大家可以找到一个运动匹配 这样一个插件 然后直接拖拽过来 好 会发现这边有很多的节点 然后是入口和出口 好 然后我们这边选择跟踪 跟踪的时候 我们对画面进行一下点击 点击的时候这边会显示红框 红框的意思就是可能跟不好 所以你要不停的去调整这个框框的位置 它意思就是跟不太好 因为目前我不是特别清楚 它显示红色应该是不太好 但是显示蓝色 因为我之前用的时候它一直是显示绿色 所以我概念上觉得绿色应该是跟得住的 但是我现在好像跟到现在没有发现 好 有绿色的出来 出来了 出来了 绿色的出现了 好 我一般是选择有绿色的 我觉得是跟得比较准的 好 然后我在 这个地方吧 我再加一个 但是显示透明的话 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好 这边我跟着大家一块做吧 好 这边又变成了 好 发现这里两块绿 然后这边直接点击跟踪 好 跟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 路径 然后可以放大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绿框 其实跟得还是比较准 这一点抖动 好 但是我先说一下 这两个绿框在于某些场景里面 好 跟得也不是特别准 好 然后我们直接先不管这一步 好 然后我们对整个节点 现在是做到这个样子 先做到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对整个节点 把这边点击媒体池 然后点击一个素材进来 这里我选择这个天空素材 因为这属于外部门板的节点 所以我们需要对节点 进行一个添加串行节点 这样子就是一个单独的节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绿的 穿到这个上面去 好 一定要穿到运动匹配的前面 这样子它的一个 这个就会是吃在这个运动匹配上面 好 运动匹配这个时候是 发现完全没有显示任何素材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合成 然后你会发现 进来了 然后仔细看 它其实吃到了刚才那个动作 上下抖动的动作 它是吃到的 好 然后我们这一步做完了 之后我们再新建一个节点 叫蒸汽 左边是连接出口 入口 右边我们再添加一个叫做 涂层混合器 我们可以理解为上面是一个涂层 下面这是一个涂层 然后这个点到这边 我们把这个断掉 让它输出到这边 然后中断输出 好 发现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不要急 我们点击到下面这个涂层 然后用这个扣向器 就是我们一开始用的扣向器 去扣这个颜色 那这里 因为我刚开始做了一个 一起调色 所以我在这边的选择是 我用 从我调完色的这一块 去做这个节点 让它们产生一个并性的关系 好 然后我这边操作是这样 直接对这边进行一个扣向 然后发现怎么会扣到这边来的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直接选择反向 好 然后就过来了 可以看到已经过来了 就是然后就涂涂摸摸的事情了 我们把这边扣一下 好 然后我们去调整一下 所有的一些细节 好 去调整一下细节 好 这样就会觉得很假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保留一点半透明的关系在里面 好 这样就会稍微好一点 也不能说有多好 因为毕竟这里没有贴绿背 也不能说有多好 但是确实这边能反倒一点 是比较真实的这样 然后这边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前面已经试过很多遍了 然后我们可以选到这边选取范围 对这边进行 但是发现这边一块就是连到这一块 所以我这边就是不能选 好 然后 其他地方其实 我先试一下 那这样其实 会变成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也是比较假的 所以我宁可去牺牲掉这一块 你看一下 好 然后就是 进行一些硬的去造 然后 我后半径这一类操作 然后 主要是去造 然后第二页也会有 第二页其实也是有的 可以进行一些 对于你具体画面的时候 你可以进行一些去造 好 然后这个画面就完成了 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 好 如果你最后想对你合成的画面 进行一些更改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然后再进行一个 调色 它的画面不要太过 好 然后这样一个画面就完成了 这样一个画面 跟踪是吃上去的 这是一个抠图的命令 好 这边就是介绍了达芬奇一个比较好的 OpenFX的一个插件 那叫做运动匹配 其实之前我们如果你想抠图的话 我们最早最早的一些操作方法 不是这样操作的 最早的方法其实就是 比如说在剪辑线这边 还有一个素材 然后我们找到蓝天白云 然后把蓝天白云 整个放在这个素材的下面 然后这样子 这怎么操作呢 就是扣完之后 这边输出一个alpha通道 然后alpha通道 这边连接这个 然后蓝天白云自动就出来了 一般以前都是这样操作的 但是发现其实这样子 也有它的好处 其实你可以用原来的方法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alpha通道怎么弄 那我按照alpha通道的方法 我再来说一遍这个素材 好一样 我们对素材进行一个重新调色 那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里面肯定不是那么深 所以我想里面肯定不是那么浅 所以我把这个画面调到 当时肉眼的那种感觉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样调 OK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肉眼可见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甚至为增加一点饱化度 好 然后我们选择镜头匹配 好 在镜头匹配下面选择跟踪 然后跟踪到人脸 好 发现这边没有动 可以选择到fx 然后对到人脸显示绿灯 这边我再添加一个绿灯 OK 然后点击跟踪 好 跟踪完成之后 这边全部选择成合成 好 全部选择成合成 这个时候把你需要的这个空镜头素材 选择好你要的空镜头素材 直接拖到这个地方 然后 再添加节点 串心节点 串心节点 串心节点这个绿色连接到这边 好 OK已经进来了 这个时候这个串心节点 我们看一下 它是直接都吃到这个运动跟踪的 其实这个运动匹配 它是可以运用到任何的素材上面 都是可以这样做的 它是一个可以运用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画面的合成里面 就是如果你有延展的话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来试 这边就是以这个先来做案例 好 然后我们在整个下面这块地方 创造一个并行节点 但是这边不能直接创造 这边还是要单独绞成器 然后放这个后面 好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图层混合器 对双图层进行混合 这边取消 好对于这个画面 我们进行一个扣向 直接点击当中 发现是这个样子 来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做一些 就是创意类的 来的时候需要做创意类的 你可以这样玩 那可以很多是这样玩 好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我们要做一个这样 好点错了 点到这个 好继续做完了 这边我省掉了一些扣扣补补的动作 你们可以把细节给它扣扣补补 然后最后说一下 阿尔法通道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达芬奇的抠向的调色命令是非常厉害的 当你把你的颜色做完之后 你直接把比如说我们拍的绿背 好这边直接把绿背的素材调出来 好然后我对这边直接进行调色 感谢你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因为如果你平时的绿背 因为是有一些活的话 其实这个还是有帮助的 好直接是在这边选择色相饱和度 选择绿色然后把它扩端 好因为我们前期拍摄的时候 画面里基本上是没有绿色的东西的 所以会直接对绿色进行一个很暴力的体谅 非常暴力体谅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检查的是人物的角 一般的角都会伴随着一些绿 好这边其实我们看到还行 这边是还行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还行 好只是提亮了一些这里的部分 你可以点一下试一下 它是在这块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叫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 好角在这一块地方的曝光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这边 其实都是处于在这一块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块做的稍微横一点 好这是一个扣向 然后我们第二步直接做串行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就可以对绿色进行一个二次选择了 这里我省掉了一些调色的步骤 因为我想一般来说这种扣向的话 合成后面还得再调一次色 我们直接用亮度扣向器和饱和度扣向器 去把这个画面给做出来 好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一般来说绿杯都是要占满屏幕的 只是我这个预算真的是低到爆炸 正常情况下绿杯都是占满屏幕的 那刚那个画面不要 我们应该对这个画面进行一些操作 一定要有耐心 因为这一类如果人啊离背景很近的话 实话说是比较难扣的 真的是比较难扣的 好就先这样吧 然后我们先扣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 可以扣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反向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 反向之后其实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去对的画面 进行一些内外比例的一个修饰 然后主要还是这边需要对应的画面 进行一些内外比例的修饰 这边比如说我这边已经弄干净了 可以基本上到后面去操作这一类东西 可以让它更干净一点 好这边直接添加α通道 然后我们把这个输出直接给α通道 好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了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之前怎么操作就是 比如说这个素材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的抠图都是这样玩的 直接输出一个α通道 然后我们在剪辑的这个地方 通过剪辑 但是跟大家已经说了 其实我Final Cut还是作为主力剪辑的 那并不是特别推荐用达芬器剪辑 至于为什么 其实大家应该这两天应该也知道了 然后就是 这边我不对画面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还是把背景删掉 我来教大家怎么直接输出α通道 这边选择文件名 我可以选择绿背素材 好然后这边选择多个单独片段 文件全部用原名称或者是用自定义 我这边用自定义了 因为桌面东西比较多 预备111 然后这样就这样 音频就这样 然后视频这边要注意啊 我们选择CryptTime 然后选择Apple的ProRes 然后下面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输出ProRes的444 为什么 当你输出422的时候是没有α通道的 只有输出ProRes444 你才能看到导出α通道这个选项 点上去之后 你可以用原分辨率或者是不用 然后添加渲染力 然后关掉这个 保存 然后开始渲染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这边我没有扣的太清楚啊 其实你们自己平时如果滤背打得干净的话 人离滤背远打得干净的话 一键就扣出来了 扣出来之后直接输出就可以了 包括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 你是先做完调测 回到AE里面扣也行 这样的一个操作有什么好处啊 这样的操作其实我个人觉得一个好处就是 第一比较直观 第二适合工作流操作 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 如果说你的 劝染是要给别人做的话 那你就把扣图做完之后 直接把它当素材发给别人就可以了 这比较方便啊 因为如果你把项目发回去 这种来回倒啊 版本不一样 多少会出现一点乱七八糟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是 比较倾向于这样的一个工作流 当我们把绿背的素材拍的比较完美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工作流也是非常快的 那因为我们只需要把素材给别人 别人合成完之后 直接再进行一次输出调色就可以了 因为这部分是不会进行一些修改的 所以可以放到最后调色 这边去捂失掉我一些 没扣干净的问题 然后我们最后进一把剪辑软件看一下 这是我昨天做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点到桌面 然后选择我们刚才那个绿背111 然后我们直接拖进来 这是我们刚才的一个素材 可以看到 你看 二发通道是可以被剪辑软件认的 很容易就做出这样的一个画面了 那时候我们可以 如果要做后期的话 可以去做一些实镜合成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画面 比如说刚才的天空素材 我把天空素材再拖进来 然后就进来了 然后我们 因为在剪辑软件里面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达芬器好用的 非常好用 像这样 然后如果你觉得 你需要对画面进行一些扣相的话 在这边就多提一句 遮罩 然后绘制遮罩 然后 我们对这一部分 进行绘制 然后就扣完了 那我就多提一句 因为只要人就是不牵舌 就可以完美的扣出来 好 这里跟大家小提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 我还是比较建议专业的软件 做专业的事情 如果某一个软件 它bug比较多的话 那我本身就是从稳定性上是不建议的 自从我从最早最早 从PR 调到FinoCut的时候 我就觉得FinoCut 就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比较稳定的软件 到现在为止 如果说 对于一些超长素材的渲染的话 其实PR也是不稳定的 那对于超长素材的渲染 我目前采用的一些点 还是属于10分钟渲一次 10分钟渲一次 这样把几段10分钟再合一段 比较稳 因为一旦工程崩掉 你就直接再见了 好 然后这是本次的更新 希望大家如果有滤背 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可以采用这样一个方法去做 因为这个其实我自己用的比较多 也是觉得如果你是预算比较少的话 这样操作的一个工作流 我个人是比较舒服的 现在对于我们苹果的一些生态圈来说 如果你AE 其实如果用的不多的话 同时你有抠图的需求 它这里面的一些抠图的插件 是没有AE做的好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可以用就是达芬奇里面的Fusion 又或者是用Fusion 它其实里面的功能就更厉害了 但是Fusion 一方面它的起点比较高 然后是全英文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这边 目前 因为我连自己都没有把Fusion摸得很熟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小河床 小河床它的一个公众号 小河床是专门去做一些Fusion的一些内容 然后就是一些调色 直接用调色去抠 其实抠的办法有很多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用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工作流 我这边只能告诉大家方法 至于你最后是怎么做的 那我不管 我只能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怎么样做 至于做到什么样的点 或者是你拿这个东西做出一个非常创意的一个视频 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好 那这一期更新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进行分享 那再分享 这样更多人看到 因为其实做这样的视频的话 一方面等于复习 一方面是比较累的 那像我现在已经做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吧 好 所以请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内容OK 就尽量的多鼓励 然后也会后面尽量的用更多的一些新内容吧 因为自己存的内容其实脑子里面也就是慢慢的会发完的 那我也是在慢慢的学达芬奇一些细节化的一些操作 那因为达芬奇那个PDF有3000多页吧 我刚刚把它翻译成中文之后 其实自己也没有把它给看全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或者说直接进到我的一个动态扫码粉丝群 我的全公告里面都有我已经花了钱翻译的那个3000多页的答案